欢迎来到我们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将带您回顾5G商用5周年的历程 从手机网速的飞跃到5G用户的激增 但仍然缺乏一个真正的杀手级应用 接下来 我们将聚焦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兴建火箭第四次试飞成功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宣布 超重型助推器软着陆成功 这无疑是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最后 我们来看看淘宝直播的最新动向 618年中大促期间 淘宝推出了直播全托管服务 吸引了众多企业家入住直播间 试图打造新的超头主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自2019年6月6日 工信部发放5G商用牌照以来 国内5G商用已经走过了5年历程 在这5年中 5G技术不断进化 普及 国内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 拥有最多的5G用户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截至2024年4月底 国内5G基站总数达374.8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1.7% 5G手机用户数也达到了8.89亿 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50%以上 虽然5G带来了更快的网速 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但仍未出现像三剧时代的微信 四剧时代的短视频那样的杀手级应用 未来 随着5.5G的逐步落地 5G将继续演化 赋予其新的技术特性和优势 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应用场景 腾讯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在德克萨斯州成功进行了第四次试飞 SpaceX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星舰的超重型助推器成功实现软着陆 这次试飞标志着星舰在技术上的重要突破 尽管此前的几次试飞并不完全成功 2023年4月 第一次试飞因火箭发动机故障爆炸 同年11月 第二次试飞在成功实现一二级分离后 与飞船失去联系 2024年3月的第三次试飞中 第二级飞船在载入大气层时失去联系 这次成功的软着陆 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和商业发射任务奠定了基础 腾讯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淘宝直播在618年中大促期间 推出了面向企业家的直播全托管服务 旨在吸引企业家入驻直播平台 淘宝直播将提供从货盘到直播间运营的一站式保姆服务 帮助企业家快速上手直播带货 中学高创始人林盛通过全托管模式成功入驻淘宝直播 引发了广泛关注 淘宝希望通过降低入驻门槛 吸引更多知名品牌 明星 达人和企业加入局 进一步推动直播业务的发展 分析指出 这种全托管模式不仅能吸引更多企业家和明星入驻 还能丰富平台的内容生态 增强用户粘性和品牌首选性 尽管企业家做主播有其挑战 但淘宝通过这种模式试图打造新的超投主播 增加平台的竞争力和生态建设 腾讯 OpenAI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接近人类智能水平 通用人工智能 AGI有50%的可能性在2027年就会问世 而不是此前预测的2050年 6月4日 一封由13名来自OpenAI和Google DeepMind的前员工 与现员工联合发布的公开信再次将人工智能蒙眼狂奔的危险呈现在大众眼前 有声音认为 当OpenAI的内部人士纠纷 以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胜出结束后 该公司已经走向一条更偏向激进发展与财务利益的路 而将安全与对人类的责任抛诸脑后 一个可能的佐证是 过去一个月内 OpenAI曾经的首席科学家和超级对其负责人相继离职 员工们也迎来了一波离职潮 其中负责AI安全的员工的流失最为严重 6月6日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 OpenAI发布了一份为保护研究基础设施和前沿模型训练 而设计的安全架构的简介 OpenAI称 希望这将使其他AI研究室和安全专业人员受益 并表示目前正空缺四项职位 安全方向软件工程师 安全工程师 企业安全工程师 和隐私安全工程师 希望招聘相关从业人员 网易 比亚迪年度股东大会 网传福谈技术 产品和市场 汽车作为复杂的工业产品 存在一条普遍规律 规模越大 成本才有可能越低 比亚迪极致追求规模 销量从2022年的187.7万辆 涨到去年的302.4万辆 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车企 今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 比亚迪在一个月内连续推出12款荣耀版车型 价格低至7.98万元 5月下旬 比亚迪发布第五代DM多Mode 双模技术 两款首搭车型的起售价仅为9.98万元 6月6日 比亚迪2023年度股东大会在深圳举办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出席 这是产品和新的技术发布后 他第一次公开面对股东提问 大会现场十分热络 109位A股和H股比亚迪股东到场 其中一位股东已连续6年参会 股东们提问踊跃 按照事先设定的议程安排 股东提问环节的时间为30分钟 但最终延长到75分钟 王传福从经销商体系 智能驾驶研发 海外市场等诸多方面 回应了竞争 比亚迪现有3000多家经销商 比2021年翻了三倍多 关于经销商体系的持续扩张 比亚迪一直采用浮游浮强的战略 鼓励他们做大规模 并把服务摆在最核心的位置 比亚迪还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 将工程师的数量 从目前的10万人增加到20万人 网易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已经测试了 重新设计的控制中心版本 该版本为iOS18 提供了可定制的布局 消息来源称 新的控制中心将具有托放系统 允许至少部分控件 直接在界面上重新组织 目前 只有控制中心下半部分的较小控件 可以通过设置应用 重新排列或删除 例如手电筒和低功率模式 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 将是自2017年iOS11发布以来 对控制中心进行的最大规模重新设计 在iPhoneX和更高版本上 可以从屏幕右上脚向下滑动打开菜单 提供WiFi 蓝牙 显示屏亮度 音量和许多其他系统功能的控制 腾讯 在光伏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龙基绿能通过技术创新 找到了破局之道 龙基在嘉兴灯塔工厂首次对外开放日 宣布了新款组建产品HiMOX6 Max 这距离其发布超高价值组建产品HiMO9仅半个月 龙基从最早的HPBC技术到现在的HPBC二代技术 一直遵循第一性原理 通过技术创新降本增效 放弃价格战 提供高功率高价值的产品 致力于打破行业统治化困局 HiMO9组建产品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其命名中的9象征着最高性价比 HiMO9拥有更高发电能力 更低BOSS成本和更高可靠性 最高功率660W 转换效率达24.43% 龙基绿能创始人李正果表示 HiMO9的综合功率表现是目前市场上最高的 特别是在一些土地资源短缺的区域 安装的瓦数更高且更加安全可靠 HPBC二代电池效率超过26.5% 达金归太阳能电池理论效率的91%以上 采用高品质泰锐硅片和复合钝化技术 全面优化了太阳电池的光吸收能力 光电转换效率及电流传输性能 网易 SpaceX的星舰在第四次试飞任务中 成功完成历史性溅落 解锁了新的里程碑 北京时间6月6日晚 星舰点火成功并与超重型助推器完成分离 发射约9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 随后超重型助推器成功溅落在墨西哥湾 星舰在重返大气层时选择了相对平缓的弹道 以减少剧烈冲击 在发射约62分钟后成功溅落在印度洋 在溅落前的最后时刻 星舰在大气摩擦下损坏严重 信号几度中断 但仍未失控 最终实现了溅落回收 此次试飞的重点是展现星舰和超重型火箭的回收能力 SpaceX进行了多次软件和硬件升级 提高了整体可靠性 星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最强的火箭 可重复利用 目标是将货物与宇航员送往地球轨道 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升空 此前的三次试飞中 星舰分别在升空不久后爆炸 二级火箭分离后失联 以及再入大气层阶段失去联系 但每次试飞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最终在第四次试飞中圆满成功 网易 马斯克的星舰在第四次发射任务中 冲出大气层后顺利返回地球 创造了航天领域的新历史 发射七分钟后 助推器成功在墨西哥湾软着陆 飞船本体一小时后 确认舰落在印度洋 标志着星舰试射任务圆满成功 马斯克表示 之前的失败只是阶段性的成功 第四次试飞的成功 验证了SpaceX超级重型助推器 和星舰的可重复使用能力 星舰是SpaceX正在研发的 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 目标是不断运送宇航员和货物 到地球轨道 月球 火星和更远的太空 此前的三次试飞 分别因发动机故障 燃料装载过多和再入 大气层阶段失控而失败 但每次试飞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马斯克和SpaceX团队通过不断学习和改进 最终在第四次试飞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功 NASA局长Bill Nelson祝贺SpaceX的成功 表示这将使人类重返月球 和登上火星的目标更进一步 马斯克用他的技术和决心 带领人类走向星辰大海 网易 当地时间6月5日 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首次执行载人试飞任务 这次任务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直播 显示星际客机在美国东部时间 时时52分 搭乘宇宙神五行运载火箭升空 将宇航员步骑 威尔莫尔和苏尼 威廉姆斯送往国际空间站 约15分钟后 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并与火箭分离 按计划 星际客机将于6月6日中午 与空间站对接 两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约8天 对飞船及其子系统进行测试 此次任务结束后 NASA将对星际客机 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 进行最后认证 值得一提的是 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014年 从NASA获得载人飞船项目合同 但星际客机的研发进度 因技术问题多次拖延 导致公司损失超10亿美元 网易 6月6日 暴雪官方披露了 魔兽世界国服回归的细节 按照暴雪的说法 6月11日起 巫妖王之怒 将进行为期7天的技术测试 6月内正式开服 这次测试 是为正式服上线做准备 暴雪启动 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 技术测试时多次道歉 并表示 本次测试将对所有玩家开放 不限号 玩家能够体验 1至20级的游戏内容 测试期间 暴雪将开设专属测试服务器 抗压1号和抗压2号 所有参与测试的玩家 都将在正式开服后 获得国服限定 光辉伟业 成就炸击勇士 以及纪念宠物红色小神龙 此次内测 意味着暴雪国服回归 倒计时正式开始 玩家社区再度热闹起来 暴雪方面进一步表示 不同的服务器启动 需要的准备时间不同 开服顺序也受到了 这个因素的影响 巫妖王之怒先开启 网易 英伟达市值继续飙涨 6月6日一度超越苹果 距离微软把持的王座 仅一步之遥 微软也是AI淘金潮的受益者 对当红大模型公司 OpenAI的投资 对CheckGPT的功能绑定 助力老牌科技巨头 重回巅峰 与其说微软 英伟达赢得轻松 不如感慨苹果输得不冤 这一幕像极了苹果超越诺基亚 当年诺基亚在与摩托罗拉 三星 索尼缠斗不休时 可能根本没认识到iPhone加持下苹果的杀伤力 如今 苹果在AI进程中稍显迟钝 过去十余年 i系列产品的成功是标志性的 但苹果的创新放慢了节奏 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2024年一季度 苹果公司中国区iPhone的销量下滑了19% 为该设备2020年以来在华表现最差 尽管AI马拉松开跑不到两公里 苹果仍有机会 但必须加把劲 毕竟AI三要素中 苹果在数据上的优势有目共睹 应用层面的后发制人 或者生态 商业层面的收割不无可能 腾讯 6月5日 光刻机龙头 ASML股价大涨8% 市值突破4100亿美元 首次超过LVMH 成为欧洲市值最高的工业企业 推动 ASML股价大涨的主要因素 是一款售价3.8亿美元的 高数值孔径机子外 High-end AUV光刻机锁定客户 台积电已下单 将在年底前发货 这台机器重量相当于 两架空客A320 硬客精度提升1.7倍 预计将帮助台积电 公客A14节点工艺 2纳米的下下一代工艺 ASML市值超过LVMH的 另一个原因是 奢侈品销售放缓 导致LVMH股价低迷 同一天 英伟达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 超过苹果 台积电市值也创了新高 达到8449亿美元 这标志着全球商业史的新篇章 ASML 英伟达和台积电 凭借技术绝对领先 和高强度的技术投资 成为赚钱能力更强的公司 网易 嫦娥6号将国际 首次在月球背面挖土 并带回地球 6月6日 嫦娥6号上升器 成功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 交汇对接 月球样品安全转移至返回器 嫦娥6号任务复杂 轨道器承担地月往返运输的 重要使命 上升器从月面起飞 与绕月飞行轨道器相会 采用捕获式对接 确保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 嫦娥6号轨道器 配备了3000牛推力的轨道控制发动机 进行引力捕获时的制动减速控制 避免高温烧伤 轨道器还需应对月球轨道的极端温差 设计充足的散热面和电热弹保温 双普段监视相机 在交汇对接与样品转移过程中 穿透黑暗 记录下38万公里外 人类首次月被交汇对接 网易 美团一季度营收和净利润 均实现双位数百分比增长 核心本地商业和新业务高速扩张 美团重组公司结构 以支持和整合核心本地商业业务 提供从需求发现到服务完成的 闭环解决方案 尽管宏观环境影响消费者 对价格更加敏感 美团持续扩大商家基础 提高性价比 推出更多套餐 满足不同消费需求 道店酒旅业务竞争 行销方案和个性化智能推荐 巩固竞争优势 美团优选严格聚焦提效 减少补贴和关停低效仓库 显著收窄亏损 美团计划通过美团买菜 将产品服务带给全球受众 评估中东 欧洲 东南亚等市场 全球扩张是长期增长的重要方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